大家好 我是寶寶的帥女神阿家 今天是我们走进黄河人家的第十天 昨天结束在山洞行程 今天开始我们的河南 现在是在河南的浦阳 提到浦阳 台湾朋友你不知道 听说浦阳在大陆是杂技之乡 其实从历史记载 春秋在浦阳就有杂技的 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在传承 一直到一百年前才开始兴盛 到现在已经是世界杂技的故乡了 跟着阿家的脚步去看看 练杂技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Let's go 这样不会受伤吗 这样子真的可以吗 对可以 脊椎不会受伤吗 没有不会受伤 天呐 平常你的作息是怎样 早上几点起床 早上六点 早上早三五来练冰冰 开始练功了 几点开始练了 八点十分 然后呢 然后练到十点之后 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接着练 再接着练 然后呢 11点半 就回到宿舍睡午觉 睡到两点半 所以三点三人两宗 嗯嗯 然后到六点半 然后再去吃晚饭 穿完晚饭 然后七点二十 再去上读马克 学习完 然后打扫打扫卫生 然后再回宿舍 洗洗衣服提示 然后我都准备睡觉了 就这样子就睡觉了 练得很苦很苦的时候 会不会想要跟家里人讲话 有的时候想讲 但有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该说不该说 为什么呀 有说了 还把家里担心 什么 哦 太懂事了 太懂事了 嗯